来自安省King City的Russie Magdalena 曾经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女子蹦闯项目中夺得第八名 也曾经于2011年泛美运动会中夺得冠军 在本届伦敦奥运会中 她以57.305分的成绩勇夺冠军 是本国在这次奥运会上的首面金牌 而她的热门队友 来自安省Stolfio的Karen Cockburn 最后以55.95分得到了第四名 至于中国运动员黄珊珊和何文娜 就分别以56.73和55.95分夺得女子蹦床的银牌及铜牌 另外 于男子蹦床项目中 本国唯一入围的选手Jason Bernays 因为最后一跳失误 以第八名的成绩完成比赛 截止目前 本国在这届奥运会的成绩为一金两银五桶